一盘里装白肉 一盘猪耳朵 一盘黑木耳 这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刘罗郭 一顿普通的午饭 但见外面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店小二开口解释 刘罗郭扭头看了一眼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下传统围棋 啥事了 就见老江湖酒馆外 在三尺白布化作一封战书 山东刘庸 凤饶天下最高手一仙 这就惹得小哥哥不乐意了 这两人齐渠暂且不提 看上这小哥哥的 不止刘庸一人 神圣且充满地道的死心成立 乾隆皇帝 也对自己这位貌美如花的表妹 惦记许久 当然 作为普世无华 且枯燥的皇帝 他在找侠儿哥哥之前 找和珅问过 爱情啊 这宫外头 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啊 和珅欠着身子 跟乾隆说了 这十四名外国乐师 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一个个长得 大鼻子 蓝眼睛 黄头发 头发还都卷着着 跟卷毛狮子狗似 反正奴才是 平时第一次见到 你一唠这个 乾隆也来了兴趣 旋旗下持 更衣 百嫁乾隆公 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乾隆公里 至高无上的乾隆皇帝 端坐黄金马桶上 殿内十四位夕阳宫廷乐手 即刻开始了自己的演奏 乾隆爷听的是摇头晃的 这曲子不错啊 等一曲奏罢 乐队指挥对着乾隆失忆 至高无上的大清皇帝陛下 我们的演奏完毕了 经皇帝训话 和珅 奴才仔 你先去说说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说错了 朕恕你无罪 有了乾隆的首肯 乐评大师和珅 才点评了起来 和珅是懂乾隆意思的 自己这白脸唱得那小一个狠呢 什么大提琴 是拉大剧 什么吹童管 什么阳公 最后发表瑞评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大清朝金殿之杀啊 你们这样做 就是对皇上不公啊 和珅 你不同音律 不可妄加评论 和珅啪的一个 五体投地式华贵 把主舞台 让给了乾隆爷 乾隆也是乐意唱红脸 直接下定 西洋乐人 尽心尽力 皇上有赏 不一会儿 小太监就抬着赏赐出来了 这可给几个西洋乐师 看得眼睛弄齿的 直呼 马可波罗说的对 东方世界 贬低是黄金啊 红脸唱完了 自负的乾隆皇帝 也要输出一波文化词心 刚才的洋乐 真很喜欢 但是要记住一句话 直接让小太监 领着西洋乐师 参观大清皇家领乐团 这一波文化说出 让西洋乐师们 属实震撼于 华夏古老的智慧 一个个儿是称母邪舌 点头称赞 奏乐 随着乾隆爷的一声奏乐 大清宫廷礼乐团 即刻开始了演奏 等欣赏完了中期音乐 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也决定关心一下 自己的私人生活 五年一度的 选秀女入宫的事 你长老的如何 何大人这事 指定是给乾隆 方方面面都办得明明白白 108位秀女 就等着入宫了 乾隆表示 就属你小子会办事 但是啊 你可知道 六王有个女儿 何生一下就明白咋回事 咱皇上看中的妹子 我何大人 还能让他给跑了不成 既然乾隆有意 那六王说来就得来 这是整个大清 最强的九王子 当今的六王爷 别看他瓜 实质上他机智的一批 老太亲的一句话 是直接让六王爷的酒 彻底醒的 他一个亮枪 接着一个滑柜 就给皇上走了一套 标准流车 好歹是自己的叔叔 抓紧时间 让胡公公给扶起来 那六王爷 直接一个醉梦罗汉部 乾隆这么一打眼 就知道 这位糊涂王爷 昨天晚上又喝醉了 六王啊 昨儿个又喝过了头 二锅头 皇上 老臣就会喝 二锅头 有劲 乾隆这么一个政治怪物 自然清楚 这六王爷 就是个装糊涂的高手 但难得就是 这六王爷 一直装糊涂 乾隆跟他落前门楼子 六王爷 跟乾隆说跨骨轴子 乾隆跟他说 前门楼子上有个柱子 六王爷跟乾隆说 跨骨轴子有个物子 乾隆说 前门楼子上的柱子有点旧 那六王爷就得说 跨骨轴子有物子 是你二舅找我喝酒 这直接给乾隆整不耐烦了 退下退下 六王爷是别的没听清 这句话听得老清楚 拱 拱着身子退出了门 然后就见六王爷 整个人犹如一道黄色闪电 嗖的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老头就是这么跑得 跟老兔子似的 这六王爷一流烟 就把自己正在骑射里 围观下棋的闺女 给带走了 这侠儿哥哥 是明满京城的围棋少女 眼见老爹急得满头大汉 侠儿也不敢怠慢 这么一问才知道 有一只小兔子 她居然要吃窝边草 这妇女两个人 自然不敢在骑射多呆 一溜烟就回了王府 老王爷稀奇这么一想 闺女啊 我有个好主意 现在天下风云学子 都会去京城 咱干脆在京城摆一个擂台 这样一来 皇上一问 咱侠儿也已经名花有主了 说不定还能成就一番 才子家人的美谈 自责无辱 无辱功就行 嫁个学子 那好歹是以格格身份嫁过去 嫁给皇上 就只能寂寞无同 身怨所清秋了 侠儿娇称了一句 赶紧给爹爹 沏了一壶茶 自然是默认了老爹的说辞 皇宫里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正在试穿他的新鞋子 好巧不巧 鞋匠做了一波阅读理解 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 我师父说 脚大江山稳 我是说大了 太肥了 皇上 大点儿肥点儿 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对此 皇帝陛下的评价为 去 滚 这一脚鞋子 结结实实 插在了何大人的头上 咱不得不说 这是何大人接的好啊 还是乾隆他脚法好 总之 看着何身顶着个鞋子的滑稽样子 乾隆被六王爷破坏的心情 瞬间又美丽了起来 只不过 他不知道 想要跟侠儿格格下棋的 不止他一位 还有来自山东的刘罗郭 刘林最先楼二楼 普通山东考生刘庸 正在跟好兄弟里进吃饭 一个道士上前搭话 两位兄弟 买卦不 在下云山道士 正位进京赶考的学子买卦 您金宝提名 要是考不中 您随时来刘林最先楼 把店砸了都没问题 刘庸知道 有人卖题 还这么信誓旦旦 里面定然大远章 他干脆掏出了一百两名票 买了这科举外挂 然后刘庸又看着窗外的手弹则序 直接给了酒吧点银子 让酒保安排了一条战书 山东刘庸 凤饶天下最高手一先 他要会一会这侠儿格格 围棋有三十二法 你我各对八法 对下来了 进去切磋 对不下来 门也别进了 区区小事河南之有 盖围棋三十二法 有冲有干有戳有约 有正有观有扎有点 有顶有尖有去 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力 有纳有阵有锯有敲 有邪有扎有闭有刺 勒铺争结 持杀松盘 哥哥在下配 刘公子请 这便是刘洛国 跟侠儿格格的出此交锋 刘庸既然下了战书 侠格格也要会一会 敢号称天下最高手艺先的刘庸 这才有了两个人 三十二法 演化大到无限 但见两人来到骑射 侠格格便要拆侍女 把刘庸斗笠挂起来 好兄弟李静赶紧拦住了 刘庸的说法 就显得颇为自然了 不用不用不用 这是为何 背后藏有玄机 既然你有玄机 侠格格也不多问 两个人即刻开始对异 侠格格翘目流转间 便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波我感觉是棋风对手了 黑白交错间 两人转瞬切磋多招 姗姗来迟的变装乾隆 一脸的自信 哥们二十年的系列 他们挡得住嘛 于是自信的走上了楼 就发现心上人侠格格 直接发动技能 这英之一手 直接给乾隆看的 亚麻呆主 这出声提醒的行为 受到了好兄弟的吐槽 见此不就是小人 乾隆再见棋局 柳庸直黑棋 优势欲发明显 属尸给乾隆急坏了 小姐一路败事 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 做老婆咯 啊 胡说 只是其子落下 侠格格眉头紧锁 微微一笑 旋即忍输 这眉宇中 似还带着一谋娇羞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 谁知局内成夫妻啊 刘勇也没客气 既然你输给我 那就只能 望小姐信手诺言 小姐 请 全满 这时候 乾隆可就站不住了 既然是手担择夫婿 我能否与这位公子对上一局 何大人 是得到机会 就发挥自己的被动技能 是出言碍事 也是拍拍龙屁 刘勇这会儿 也没反应过来呀 你招我下棋 你怕不是缠我的身子 当然 这话是压在心里的 刘勇也不废话 他对自己的棋力 是有着清楚的认知 自己呢 属于是云顶八冠王巅峰 眼前这位公子 顶多是斗知气三段 如果我赢了 这位小姐 就归我 如果你输了 就再也不要纠缠了 何大人 直接开却 我劝你 不好不知好奶哦 不然 没有理 好我的事啊 直接就为乾隆 推了个前仰后合 何真是生怕乾隆下输了 拉走乾隆 说要调兵遣将 勤王护驾 无论是那小子 无论输赢 指定把他拿下 对此 乾隆是非常有信心的 去吧去吧 我就不信 我下不管他 那么 预知这局棋 谁输谁赢 欢迎蝉大拇指三秒 为剧远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